随着美国亚裔民众数量的增加 越来越多的主流开始意识到亚裔在社区的影响力 为庆祝传统中秋佳节 位于南加州著名的旅游城市 帕萨蒂娜的朗亭酒店 日前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园友会 据朗亭酒店管理总监炮介绍 这是该酒店其中国农历新年庆祝活动以后 首次举办的中秋庆祝活动 在活动中还将推出朗亭集团 在香港和中国地区颇受欢迎的中秋月饼 活动现场汇集了许多慕名而来的民众 不仅有中国人 也有热爱中国文化的美国人 大家不仅欣赏到中国的明月 传统灯笼展示 舞龙表演 还现场品尝了美味的中国佳肴和月饼 我们虽然居住在海外很多年 但是我们还是心向祖国 每逢佳节贝斯青 特别是中秋 我们照样在这边庆祝 然后呢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更加伟大 在这里我祝愿我们全世界的华人 中秋愉快 月圆情缘人团圆 送给大家最好的祝福 是了解这次活动的协办方 还包括China Week China Week每年5月都会在洛杉矶举办 与中国相关的经贸峰会 及会展活动 方王卫视钱力涛 洛杉矶报道